传媒学院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即将为大家介绍校园生活的李桂花 那从这进去呢就是我们传媒馆的大楼了 那这里边到底有些什么设施可以供我们以后使用呢 那大家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好跟我来 那一楼呢就是我们的休息室了 那大家可以在这里做作业 然后进行小组活动 或者是悠闲的喝杯咖啡 二楼呢是我们的行政室 这里负责我们传媒学院学生的行政管理工作 那如果大家以后在学校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都可以来这里进行咨询或者是请求帮助 好 四楼呢就是我们高丽大学的校内电影院了 那只要是我们高大的学生呢 都能以优惠的价格观看这里的电影 负一楼是传媒学院系休息室 可余时间大家可以来这儿休息 这里可比其他系的休息室要大得多 开学时我们也能在这里获得学院各学会的信息 另外也可在脸书上通过此链接访问 或在call call talk上通过添加朋友选项 添加名为comedy的高丽大学传媒学院 去那里获得学院的相关信息 接下来我们去中央广场的地下看看吧 这里聚集了各种设施 好 那我们现在到了中央广场地下的文具店 Unistop 那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买到上课需要用的教材 还有印有高大标志的各种T恤 卫衣 以及我们的纪念品 好 这里呢是one stop服务中心 大家呢可以在这里开具自己所需要的各种证明材料 比如成绩证明 那还有学生证遗失的话 可以在这儿申请重新办理 其实呢这里呢也是我们一个校内的事务招领处 那大家如果运气好的话 可以在这儿找回自己遗失的物品 好 这里呢就是可供我们学习的阅览室了 那我们需要先用学生证在机器上预约才能进入 还有一点微信提示呢 就是如果预约时间一到的话 大家还需要再出来重新预约才能使用 中央广场地下还有咖啡店餐厅等 欢迎大家来光顾 既然谈到吃 那我们不妨来看看学校附近有哪些方便用餐的地方吧 校内食堂有三个 分别在国际馆一楼 学生会馆一楼和二楼 那价格自然也比外面便宜很多 想要去校外就餐的同学 一般会选择去正经馆后门或安岩十字路口的 选择在校内还是去校外用餐 就看大家当天的心情吧 需要借书的朋友可以去中央图书馆 借阅的办法 首先需要去高大图书馆的网页 搜索自己需要的资料及其位置再来借 学生证字是必不可少的 一人最多可以借十本 一般借约时间为15天 高大附近韩亚银行最多 学生会馆旁边就有一家 校园里自动取款机在教养馆二楼 国际馆一楼以及中央图书馆 高黎大学有一百多个学生社团 社团活动丰富多彩 每年3月15日到16日会在学生会馆前的民族广场 举行社团博览会 想要参加的朋友可以去那里进行咨询 进了大学自然都会期待大学庆典的到来 高大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庆典是校庆和高岩站 高大的校庆一般是在五月末 高岩站在九月末 希望大家都能积极参加体验高大独有的应援文化 请大家留意传媒学院学生会的公告 到时好跟朋友们一起享受庆典的欢乐氛围 而不知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期待新的校园生活了呢 希望我的介绍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我今天的介绍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我们开学再见吧 再见